大家好,我是Sui Mida 今集是穿搭片 最近天氣開始凍 大家要注意保暖,小心身體 我已經想好了聖誕日要穿什麼了 因為聖誕日是我最喜歡的字日 我襯定了五套不同年齡的穿搭 希望可以給到靈感大家 期間會有換心的混亂場面 不要嚇壞就行了 那我們馬上開始 第一套是課十五至十九歲的梅士門 我記得以前小時候很喜歡穿這種寬鬆型的針織 可能青春期吃多了,想遮掠肚腩 這件紅色穿上身,還有聖誕模式 超級顯白 因為上身穿比較大件 我就拿回紅色的小袋 這個是Chanel Vintage款 感覺好像是媽咪的衣櫃靜雞拿出來的感覺 鞋呢,我就襯對黑色的皮兩鞋 因為一早穿定了對襪 所以感覺還是很冬天的 其實三十歲版十五歲是不容易的 大家可以給我一點掌聲嗎 當然不少一些首飾 偷偷告訴你 最近我推出了珠寶牌子 叫做D8Learn 所有項目都是真金真鑽 好像這個新型系列 都是很多人問 但上來的感覺是好少女 好美 如果大家有興趣都可以Inbox我們 或者可以上來我們的紅瓶工作室 一次過看完所有的款式 哎呦,不好意思,突然間接廣告 好啊 之後是20至24歲的美少女風格 立即穿上一雙白色波鞋 短身冷衣,襯迷你格製裙 一定沒死啦 紅色冷衣再襯金色的Accessors 真的很有節日的氣氛 感覺這個look很適合去約會拍拖 不過,袋子也是經典款 Chanel Classic Flap 這個歲數也是要去媽媽的衣櫃拿的 所以我都預計了 第二次兩個女孩會用完我的東西 我記得十年前這個款都是兩萬多 現在已經加價加到五萬多 好瘋啊 不過這個袋子是幾百大 不分年齡、不分風格 怎樣都是相配 好了,到第三套 是25至29歲的輕熟女 25歲之後不會再想穿到小朋友 這次配戴的首飾都會配一些誇張一點的 這個是D8的珠寶設計師Candy親手做的 這個系列用了很多珍珠 用金線綁在一起 花了很多時間去做 非常適合特別日子配戴 這件黑色LACE連身裙 我在27歲Cartier活動時也有穿過 是有點sexy 但是這個年紀呢 內外都開始散發氣質 這種半透視的LACE 你絕對介入得到啦 OK,到第四套了 是給30至34歲的 Exactly我現在這個年紀 這個是舉手投足 都有女人穿味的階段 可以試穿一些C質的衣服 不過這條裙不是真的C質 壽色就配了一些 平時都可以整天配戴的款式 我很喜歡這條鏡鏈 水滴形的無框鑽石 好像一滴滴眼淚一樣 再拿回復古翼下包 這陣子都流行了很久 我選了迷色 是很好配的 絕對沒有喝酒 純粹Natural High 不過到了最後一套 35歲之後的女人 到了這個年紀 已經放棄了要跟年輕姑娘比較 也不會再花時間 去注意眼蓋有多少條皺紋 35歲的女人在意的是 整體的品質感 所以你只要get三個字 高級感 體重到後 其實每一套我都很喜歡 不知道大家有最喜歡哪一套呢? 歡迎留言分享 不過這站未完的 請繼續欣賞在Rosewood酒店Stickcation的片段 請繼續欣賞 請繼續欣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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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